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一片迷离 云在飘散 日落星辰 我独自徘徊 徘徊的一章 正等待远去 未归人 啊 云留下你的多少脚印 啊 黄昏留下你的多少笑声 啊 她两小孤端 红了心银孤单 一线情迁 一传思念 一缕茶变 我无留那往日的末年 那挥手要昨日梦一圆 欢迎回到飞瓶的节目当中 今天在现场为您邀请到 你一定猜不到这首歌是谁唱的 我跟你讲这首歌叫做 叶淳华所带来的歌 昨日梦一圆 但是呢 这是方继伟的本名对不对 是是 现在是谁在叫我 方继伟你好 飞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 好难得哦 对 是 特别在我们的资料是 我自己以前收藏的 因为我以前就有印象 叶淳华我想说明明是方继伟啊 后来发现啊 这是你的个人第一张专辑 对对 那时候高中刚毕业 高中刚毕业 然后我们那个音乐老师叫王光达老师 他刚好在制作周游的戏 然后他叫昨日梦一圆 那时候他有找一个女性的艺人来唱这首歌 可是他看到我们家还在摆地摊 还在跑警察 他说这样怎么可以呢 他想办法说那就把主题曲跟片尾曲让我唱 哇 好难得耶 我因为遇到王老师这个贵人之后呢 我还到新加坡去宣传一个多月 真的 然后就跟我妈妈在那边过得非常快乐的日子 可是在这之前你唱歌的这样的歌艺 就已经被老师发现了吗 我在学校其实唱军歌 真的吗 可是像王老师喔 他是 他的声音是随便听到声音 他就有办法马上写出来的人 真的 对 他不需要乐器 那他就一直要我希望能够唱出他们那个 你知道他们的咬字就是非常云南嘛 云南枪 云南枪 对 他希望我唱出他们那样的感觉 我说欸好啊 好啊 他说需要成熟 这是Tango的歌曲 对 需要成熟的声音 没错 然后你就大胆地说好 我来唱这样子 对 那还记得第一次进录音室紧张吗 我吓死了 只要有耳机 我都觉得我好像脑残 真的吗 对啊 那个麦克风的录音室的麦克风又跟一般在唱歌又不一样 对对对 对不对 那个声音很清晰 而且是 你一点点声音不对 一点点换气不对 重新再来 就再来 现在还有电脑直接帮你跳 对以前我记得是大盘带录 对对 一首歌一卷很大的盘带 对对对 那不行就是再次 再来 再来 最多可能第一句 第二句不行从第二句开始接 对对对对 而且要一口气 他必须要非常有 有大 那个换气 要很久很久才能换气一次 欸可是像刚刚我们听到那个Tango的歌曲 其实对于高中刚毕业的女 会不会有一点点困难啊 就是 好成熟的感觉 比如说那个耍成熟 对对对 太难了 有齁 所以说应该有一些事前的沟通 有一段时间对不对 对对 就是进入医室就不断的磨 嗯哼 一直在磨 所以那时候知道要出第一张这个专辑 是 妈妈跟你都很开心 很开心啊 嗯 这怎么可能发生在我们家的事情啊 哈哈哈哈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们那时候 家境还不是非常的好 就是都在摆地摊嘛 那家里就还有负债 所以家里其实已经 过着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去演唱的时候 有个便当带回家 那是我们家的大餐 真的哦 对 所以那时候摆地摊是做是卖什么呢 呃 麦菊花茶红茶绿豆汤 以前还有豆花 哦 那豆花因为我们冰块哦 每次进进来都要很多的冰块的钱 是 那我们就放少一点 可是豆花很快就坏掉了 哦 所以我们就只好豆花舍弃 嗯哼 就比较容易放久一点的饮料 哇 我想我国中到高中 哇也三四年的时间 对对 六年了 哦六年了哦 哇所以说这段时间 其实在你求学的路途上面算是半工半读 对对 比较辛苦 晚上还要去跑 那个人家婚伤喜庆唱歌 哦真的吗 上次是没有啦 上次是没有 所以其实在那么年幼的时候 其实就就应该算是比较辛苦一点点 所以后来也有了出片的机会之后 第一张专辑让你是用本名来出 对对 但是可能在市场上面还没有这么多人知道叶准花 因为也没上什么节目嘛 OK 对 可是在第二张就是1988年的时候 对 就是你的人生当中的一个转类点 因为王老师他想说 呃 那个人他们都叫我小孩 嗯哼 那你第一张我们发行的公司也被吃掉嘛 那老师帮你介绍一家新的唱片公司 嗯哼 是台兴 台兴 是何庆庆老师开的 然后我就签了这一家公司 嗯 他帮我签 签完之后呢 欸这家公司没多久的关了 又不见了 哦对 那老师就带我到处去跟很多家唱片公司见面 嗯哼 那人家说个子太高的不会红 哦真的吗 所以他们都拒绝签 嗯哼 那没多久他们又说 诶我的合约转 转到另外一家公司 嗯哼 我说哈 我换公司啦 自己都不知道 对对对 那我就说哦好吧 那就在这家公司 就当小妹啊打扫啊 做一些快讯啊什么的 嗯哼 所以说那个时候是 我记得好像美工的工作 你有参与对不对 对我参与对 嗯哼 所以那时候也有出片的计划吗 在当时 那时候是有出片的计划 嗯哼 不过前面因为还有潘美成啊 其他艺人 好像他们都有出合级 嗯哼 好像学校有参加比赛 对没错没错 那我就带他们一起上节目 嗯哼 对 后来好像呃 蓝白的第一张专辑 你在蓝白的第一张专辑 有一首非常重要的歌 让大家认识了你 嗯对 何无为悔 悔 而且这首歌还是潘美成合集出过 嗯 然后他们想说 既然有一些好歌 对 那叫我自己去挑 挑了半天 我说我要唱这首歌 可是大家的印象说 这就是方季伟的歌 嗯对 由方季伟唱红的 1988年民国77年5月份 方季伟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 我们来听听回 季伟的战斗 反复在担心什么 如果你走出我生命中 我将无法接受 是你走进我说 不断应付里 一切旋律因此改变 但为何你又 再度做选择 叫我不知该如何 我不知道 我不明明 我在里心里 有多重要 我不知道 我不明明 失去你 我是否会活得好 我要唱这首歌曲 1988年民国77年 民国77年 天后门你在干嘛 可能在念书 对 对 很多人还是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你也很 我才刚生出来 最近我的歌迷 出现这样的人 真的喔 长得很高壮 可是看起来很成熟 所以在1988年民国77年 5月份的时候出了这张专辑 因为这首歌 让大家认识了你 那时候突然爆红欸 是 那感觉是什么 其实你说爆红喔 我没有感觉 什么叫爆红 真的吗 怎么每天工作这么多 但是我又争取工作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需要我去负担家债 家里的债 那时候还没还完 都没有还完 所以我想说 我能够争取到一个工作是一个工作 我一定要加油 所以即使是生病了 嗯 我们宣传喔 当时有后话 有黄伟金 对 黄伟金是金牌大奉的那个 是 总监 可是他当时我就说 我们一起努力 嗯哼 因为他那时候一个月才八千块 哦对 然后我们上节目 我就努力去赢 只要是运动节目 我都会赢 哦 然后我们是赢瓦斯炉啊 哦 然后那个热水器啊 所以那些真的有送吗 球鞋 有 我球鞋赢非常非常多 至少一百多双以上 OK 我们家都已经分完了 我就说黄伟金这送给你 然后谁谁就送给你 因为你们鞋子不可能一直买 对 对 所以因为你是在学校的时候 是曲棍球的校队 对不对 也是国家代表 对对对 国中的时候就是了 所以你原本就有练吗 就是兴趣在那里吗 没有 是因为那个老师说 你个高就来球 当球员 然后他说球员呢 就是当那个带打的 还有钱可以拿 哇 不是为了赚钱 OK 所以说其实只要有赚钱 打工的机会 对 其实都不会放过 对不对 OK 所以刚刚方继伟也说了 这首歌虽然红了 但是呢 他没有感觉到 红的那种滋味 也没有想那么多 对 因为觉得在台上 别人掌声 那是现场的观众朋友 非常有礼貌 我那时候就这么简单 就想说 哇他真好耶 都会给我掌声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很简单 很简单的人 对不对 OK 所以说你看到1988年5月份 出了这一张 在蓝白的第一张专辑 马上11月不到半年 对 就发了第二张专辑 对 我差不多一年出三张 哇 那等于是 宣传 录音 宣传 然后 再录音 再宣传 再录音 再宣传 几乎就是没有停下来的时间 但是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还拍了那个 琼瑶的戏 海鸥 海鸥灰 海鸥灰 海鸥灰灰 最近有一些那个在微博上面有一些歌迷都说他们还在看以前的那个琼瑶的戏 对 那时候方济为呢 方姐她演的是什么呢 一位记者 对 实习记者 对 我还记得那个发型 对 然后 哈哈哈 那个时候你就 你是很大胆的就去演吗 还是 没有 我先给唱片公司 人家说人家找我演戏 我说不要 我不要演戏 因为背书实在太累了 太辛苦了 对啊 因为我只会默写 考试我都会默写 但是你要叫我把 用嘴巴念起来 念出来 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很困难的事情 对 所以我在 琼瑶的时候呢 背那个剧本 听说一个字都是不可以少的 对 然后我在背同时是很紧张很紧张 可是五四三二一 空白了 真的 一个字也记不起来 而且那是你第一次演 对 连续剧对不对 对很辛苦 那其实 那个时候答应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我都没有答应啊 但是你签约式公司 帮你答应了 那你已经被台上架子了 就只好面对 所以那时候怎么办 那时候就是 乖乖 乖乖的就在导演旁边 注意看镜头 他们在演什么 不能有大字报 对不对 不行 完全不可以 那那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那个刘雪华 他三秒钟就流眼泪了 好强哦 然后马上等下就笑了 而且每个镜头就一次就OK 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是方吉薇拍 那我们就准备买早点啊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晚上六点哦 他们就觉得你会通天棚到天亮 然后他们就准备买早点了 所以你常NG吗 那时候 一定会NG啊 因为一个字不对 就不习惯了 因为 因为我住万华嘛 嗯 我不讲成语的嘛 对 从头到尾全部是成语啊 没错 那我听起来会起鸡皮疙瘩的话 我知道 熊瑶阿姨的戏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你真是一个让人生气的小可爱 哈哈哈 所以一个字都不能辣哦 对 你不知道万华出龙歌吗 不可能讲这么细腻的话 那好严格耶 所以你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就 因为这个是连续剧而且还蛮长的 其实拍完之后哦 嗯 导演就叫我大棒锤 嗯哼 因为呢他知道我老NG 嗯 然后他又觉得我很傻又很好玩 他叫我做什么我都当真 嗯 然后我非常认真的去对这台词哦 OK 可是我对错话 哦真的吗 对 然后他说你别别对了就叫我走开 因为我常对错话 那不是大家笑成一堆 对啊对啊 本来在演一个很悲情的戏 大家全部都笑在一起 对对对对 不过其实因为那部戏我是从头看到 我觉得你不太像第一次演戏的 不像吗 对 因为他认为要放开嘛 嗯哼 可是内心那个紧张是看不出来 我自己都不敢看我自己演的戏 真的吗 对 我有VCD我可以借你 哈哈哈 哈哈哈 好恐怖哦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1988年11月 这是方季伟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出了第二张专辑 心痛不再有 一起来欣赏马上回来哦 唱唱唱的雨季终于结束了 天蓝里透彻不再险的成果 那你的思维 不再 不再 不再显得凌乱 不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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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的日子 泪水不再有 不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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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的日子 心痛不再有 不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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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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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那你的思绪不再不再显得凌落 不再想你不再爱你不再爱你 没有你的日子泪水不再有 不再想你不再爱你不再爱你 没有你的日子心痛不再有 只有离开你 我想日子会更好过 不再想你别问我为什么 不再爱你只是爱你的心不再有 没有你的日子泪水不再有 不再想你不再爱你不再爱你 没有你的日子心痛不再有 哇好怀念那一首歌这首好听的歌曲心痛不再有 1988年11月份蓝白唱片公司 这是潘美成跟你一起合唱的 而且这个拍摄的现场就在人爱路 那一条 充满树印的地方 是不是有那个温地汉堡那里啊 对 整条人爱路都拍过 真的 我有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我看到温地汉堡 我就把他马上冲进去 因为太怀念台湾没有了嘛 对不对 其实在呃 那个时候 潘美成跟你搭档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们有办演唱会 对 我们记忆非常深刻 是 唱片公司告诉我们说可以 你可以请方继伟 但是你一定要加潘美成 对不对 因为当时只有老三台嘛 嗯哼 那那以前呢 曾经就要拍节目不好拍 对 那那时候在推潘美的时候是比较中性一点的 然后电视台通通打枪 OK 那公司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啊 我唱他的歌 或者是呃 我来写 写词 他谱曲 然后我们都私底下谈好 那就给公司听 公司听完说 诶可以啊 那我们就来做这歌 然后就合唱 我们就上节目 我们还想说 诶等一下走位要怎么走 很好笑 对 所以说其实那时候应该是 诗姐带诗美 这样子的方式出来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 其实我觉得蓝白是一个 台湾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 是 它是一个很有台湾的一个代表性 那个时候的音乐 对不对 对对对 就从您开始 对 还好啦 还好 因为他们之前还有那个 张海汉 明天会更好 对对对 对 对 在更早之前好像就是陈里中啊 陈里中我好喜欢他的声音哦 对 和春兰是在蓝白 然后中间好像有一段时间 后来就从你开始 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他后来好像从台新 又搬回蓝白了 OK 所以说刚好有那个过渡时期 是是 那到1989年第二张这张专辑的时候 是不是更加的忙碌了 哦 非常忙啊 其实我 我就是好像没有一天休息的 一天跑好几个通告 嗯 那跑完了半夜回到家 妈妈 睡觉好就睡了 也没有时间吃东西 就太累了 OK 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第一 就是开始慢慢上电视 广播的时候还好 可以跟大家聊天 上电视就要要求做效果 对不对 对 但是上电视是我不敢去插人家话 嗯 因为他们在讲话什么 我就认真听 听完公司就说 你从后到尾就在那边亮相吗 哈哈哈 我说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他们讲的我没听过 OK 就不晓得怎么回话 所以公司有给你一些什么训练吗 呃就是要看 比如说海的女儿方继伟 我就每天说 海的女儿 我是海的女儿方继伟 呃是不是爸爸是渔夫 还是你来自渔港 都不是 是因为我是双鱼座什么什么什么 我每天背这个哦 真的吗 然后上了电台我都讲同样的东西 讲到最后他说 stop 不要再讲了 哈哈哈 所以会不会讲到你自己都有点错乱了 不会我就觉得 这个写得很好 真的吗 所以当初为什么会写海的女儿呢 因为他觉得我是双鱼座 嗯哼 那双鱼座是充满梦幻的嘛 嗯 那我不是充满梦幻的 我是搞不清楚 对就是出之大业那种傻大姐型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要我做什么 我就乖乖的把它做好 哈哈哈 因为我怕做错 所以刚开始要先背一下那个 那个准备的稿子 因为我想新人嘛 新人他好不容易有一次的机会 嗯哼 你就不要放弃 没错 对 今天本来我准备了方继伟的快乐是什么 因为以前他去上中广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个袋子我有留起来 哦真的吗 对 可是今天那个袋子 我们的电脑突然不见了 我下次播给 播给方姐听 而且我那时候还学 学那个 嗯 主持人哦 妈妈 累吗 喝杯茶 吃点点心 欢迎收听午餐的约会 我是李亚凡 OK 哇你记得好清楚哦 对啊 那你录那个快乐是什么 那个消速真一定很开心 你还记得 OK所以说在1989年 1988年的时候 心痛不再有 受到大家的更是喜欢 那个应该已经是卖了很多张吧 对不对 嗯 我都不知道我卖多少张 嗯 但是都是我的宣传说 哎 这个月公司有发奖金耶 我说哇恭喜你们 然后 呃 我也没有在问说我到底卖七张 真的吗 完全没有问 就是很替他们高兴 OK 不过可是当时的生活就是除了上宣传之外 应该会有一些 呃像我们的演唱会的活动 是 或是其他代言的活动对不对 有啊 嗯 那个代言的活动就是那个天污饮料 嗯 比如说那个拿剑集的 对 嗯 然后洗发精 嗯哼 飞嘟嘟嘟 呀 就是比较健康的 嗯 对 我也不洗头也不不裸身体 对 没有 就是直接代言而已 对对 其实方继伟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就是健康 然后就是傻大姐的感觉 嗯 你自己本身也是如此 我我就是不会想太多啦 嗯 就哎 听到了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我就直接反应 OK 简单的人就对了 好 接下来我们走到1989年了 1989年这是你在栏白第三张专辑 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很棒的歌曲 尤其是我觉得后来蓝白有跟那个中士的大罗 嗯 有配合很多花系列的 是 连续剧的主题 对啊 他们就讲说 哎花系列的耶 你你那边有好好多歌 我说真的吗 哈哈 然后我还是继续我的通告 OK 来现在对了好听的歌曲1989年一生只爱一次 我们来听听方继伟所带来的歌声 这是第三张专辑 我给你们再听听的歌曲1989年 没有 试着去爱你 也从来都没有 想到你 只因为过去 从来没有在乎你 你却不曾放弃 如果一生只爱一次 我的选择也许不会是你 如果让我再爱一次 除了你还有 谁能把你代替 再一次接受 你是否不再相信 虽然我心里知道 却不能抗拒 再一次考验 也许从分手开始 没有人留住 你却不曾停止 有听过这首歌的好朋友 一定很想问说 这个男生是谁呀 对 我的制作人 制作人 李福星先生 对 也是我们借文小姐的先生 对 他会娶到这么细腻的老婆 不简单 他们两个对比差很多吗 可是他结婚之后呢 那个黄老师 黄借文就帮他打扮的 就像一个 Gentleman 对 非常英国绅士 真的吗 对 你会发现 蛤 这是他 所以你是在结婚前就认识 李福星老师 然后接见他录音室就不太骂人了 所以以前李福星老师算蛮严格的 是不是 很严格啊 他很生气啊 然后就会直接就反应就骂出来了 然后录音室就直接把我的耳机关掉 你在这里就看到一张嘴巴在外面 因为他一骂我就哭 然后他说他哭了之后 声音就跟前面对不起来了 我们今天又没办法收工了 其实老师的严格在于哪里 就是你的那种感情的投入吗 还是就是那种唱法 我那时候搞不清楚 他认为国语歌当时唱法是一三拍中音 那你必须要一三拍中音 第几个字必须勾起来 你就要滑音 然后滑几秒之后收掉 然后这个声音要怎么唱 所以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叼的 哇 他有一个公式耶 对 那你只要那个公式一不对 他说你在唱什么 你不会唱歌哦 都直接关起来 不会唱歌是小事情 真的吗 是那个问候你家人 那个比较想那样 Oh my god 所以其实他是为了要你更好 然后能够赶快把你那个情绪带到 可是没有想到 把我们黄继维小姐骂哭了 那哭完之后回来录的时候 你怎么搞的 刚刚那个声音跟这个声音不一样 然后我唱对的时候 老师说这样就对了嘛 我根本搞不清楚我哪里唱对了 我只知道 赶快把今天工作结束掉就好 所以说其实我们之前在听你前面几张专辑的时候 有那个真的好像有依稀听到那个公式的存在 对对 老师就是喜欢那个 他那个tempo是他自己发明的吗 他认为国语歌要有弹性 要唱起来会转 就像打鼓一样 他必须要会有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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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转 所以我那种 常常的雨季 对 要咦 对 没错 然后我觉得恶心 他说要这样唱才可以 对 那还有一首歌 他要我唱转音 对 只是已经来不及 我一定要唱这样 这样的来这样的去嘛 他一定要我唱 只是已经来不及 哇好会转喔 所以 我没办法转啊 我就说 我不要唱那个 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认为那叫老调 对 所以我就一直抗争到 最后唱我的方法 真的吗 所以抗争还是有 还是有 还是有效果的 革命有理 我开始怀疑李老师 是不是那个 日本的演歌听太多 哈哈哈 有可能喔 是 OK 刚刚听到1989年 一生只爱一次 天莫你知道吗 1989年 马上发完这首歌曲之后 又发了 我的爱那么容易受伤害 对 这是我写的词 这首歌也是让人听了 就中了这首歌 是 对不对 是 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写的这首词 因为其实艺人是孤单的 嗯 然后呢 你就会觉得说 你做的这些事 这些歌唱的工作之后 只要突然间休息的时候 人是心是慌的 嗯哼 那我就会想要去看电影 嗯哼 那或者看一些书 对 那看的时候你就会 把自己的个人的心 是投射在 电影或是那个书的主角里面 没错 万一这主角是灰色的 嗯哼 你的心马上就掉进灰色 哦 可是我是利用这个灰色来写歌或唱歌 OK 因为公司给我的歌是不是比较悲情的 没错 所以胡瓜常笑我 哈哈哈哈 你是个运动员你还可以 大家好 哈哈 我不知道 你精神分裂吗 蛤 哈哈 哈哈哈哈 说真的耶 那时候听方继伟的歌都是比较属于那种感情式的 然后有一点悲情的 对对对 但是他给人家的感觉又是很光明很开朗的 对对 但是后来原来公司跟我讲说 当我一唱歌不管快歌慢歌我都会皱眉头 哦 那他才说那我们就找关于这样的路线的歌 嗯哼 所以那时候你开始只要有有感动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累积你的作品吗 对对会一定要有感动 嗯不是说我今天要写一首歌我坐在那里开始想 没有我就是要人事物 嗯哼 通通让我感动或是某些事下下个雨我也想到啊下雨的天是怎么样 嗯哼 哇所以说方继伟除了开朗的外表之外还有蛮感性的那一面 哈哈哈哈 来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这首歌就是我的爱那么容易受伤害 1989年最小好听的歌曲 嗯哼 嗯哼 我对哼 我的爱那么容易受伤害 过去的痛处不断浮现在脑海 我的爱那么容易受伤害 失去的温暖是我最深的无奈 是怀疑是梦境是狂喜是悲弃 是眼睛抬不倒里头 是双手抹不着的爱 把你锁在心里的却永远是自己 把心锁在梦里的却永远是伤害 别想我如此待笑和依赖 我的爱那么容易受伤害 大家有没有跟着数拍子 真的有那个重音对不对 就是一三拍重音 而且我们刚刚听到那个感情就放很重 对不对 我的爱 我的爱 对 所以那时候你开始习惯这样的一个唱腔 跟你之前自己喜欢唱歌的时候 唱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不一样我在学校是唱军歌啊 军歌应该雄壮威武 雄壮威武对不对 是 当初在学校怎么会是唱军歌呢 因为学校常常比赛军歌嘛 比赛军歌 然后有一些声乐的比赛 我都用唱军歌的方式 哇 所以你看听我们可以想象 从军歌转到流行音乐 然后开唱一些情歌 对 转变真的还蛮大 那就要把那个气整个收起来 呀 OK 刚刚其实方菊有提到说 艺人在舞台前 然后在舞台后 其实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落寞的那一面 对 你觉得你很享受舞台前的掌声吗 呃 我只觉得就是一个工作 然后现场的人 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尽量给予 给予得到掌声 是一种快乐的 你那时候有感觉到 自己已经是个明星吗 没有啊 只觉得说唱歌有掌声 谢谢大家 哇 鼓励 一般的 一般的很多的那种 大明星可能就会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明星梦 他可能想说 我当了歌手 我当了明星 我可能要做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境界 所以那时候对于你而言 你就是 就是很 很简单的 就是唱歌 很简单 我想说 家里再还完就可以了 对 我没有想太多 那时候到这一张 已经差不多了吗 还没 也还没 哇 当时的那个 吓死人 所以你一直到什么时候 才比较轻松一点 应该是第七章 第七章是 怨苍天变了星 那个时候吗 对 因为那时候我拍戏 对 这个也是我们要跟大家聊的 听众们 如果您有看 当时周星驰先生跟我们的方继伟小姐曾经演过一部戏 这部戏还蛮特别的 因为它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对不对 对对 一个是方继伟的版本 一个是巩俐的版本 对对对 当初怎么会在巩俐跟你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找巩俐 然后因为在内地那边要批文下来是不容易的 那艺人要离开内地到香港来发展也不容易 嗯 虽然批文就好几个月好几个月一直下不来 OK 可是他们谈好的戏 然后那个景也都搭好了 是 剧本也都写好了 那演员都要用抢的嘛 对 你不可能为了一个然后等那么久 没错 就后来他们想说反正他的戏也没有办法在台湾 那这样子好了 那就台湾就那个向华盛就老板 对 他就问了葛福洪葛姐说 你觉得台湾谁最红 他说现在不是一个梦中情人第一名吗 对 然后男的是马英九女的帮季伟 然后他说好那就请他过来 那我搞不清楚 我只知道说我刚好跟潘美成在马来西亚 全马巡回30场演唱会 那公司就说季伟啊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你30场这样很辛苦 我们跑了个把月了 那我就说好啊 那去哪里休息 去香港 哦好 那我就去香港 然后到10点的时候突然间说小孩你下来 我说什么事我要睡觉我都卸妆了 他说你下来一下 我说好 下来就一个男生他说他姓向 哦 他说我们希望你来演一出戏 嗯 我说我不会演戏 我不要演 我都一直推掉 结果他就说 呃 你手下借我看一下 他看了我半天之后 向花生就开始画出很多很多的那个剧情 是 他就演两个角色吧 呃 一个演 就是双胞胎 没错 一个演大小姐 一个演白痴 白痴 我最智商 我就蛤 这么快就要我演 因为你有成功线 我就让你演 OK 然后我一听到之后我就说 妈完蛋了 嗯 那个 戏又来了 戏要我演电影 哎 我要演一个白痴 跟大小姐 我妈说那白痴一定很像 你一定会演得很好 妈妈怎么这样子了 她以前就笑我傻了 呃 所以那时候就这样毅然决然的就接了这部戏 对 而且呃 离之前拍穷瑶的戏也好一段时间了 好一段两三年 两三年的时间 呃 我记得拍 好像拍电视剧是四 三级作业 对不对 哦那是单机 哦你们也是单机 因为我们不是在棚内 哦 OK 琼瑶当时最红的时候就是单机 嗯 慢慢磨慢慢磨 OK单机 所以说 我才安心 哦所以说这次拍电影也是单机 对单机 OK 所以还好 哎 所以你现在三机跟单机都拍过了 你觉得 因为他们剧本上面写的是广东的那个发音 我搞不清楚在写什么 我都到现场 然后王金导演跟我讲 你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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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哦好 我就去演了 哇那你第一次看到 那个周星驰先生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我就说哇你好瘦小哦 真的吗 他说他176 我说真的假的 可是他们给我穿的是三寸高跟鞋 后来因为太高了就把鞠到一半 所以你知道高跟鞋 鞠一半之后前面会翘起来 对我就走路是这样翘的 他说反正没关系是是那个喜剧 OK 所以说这一拍就拍了多久 拍了一个多月 拍了一个多月 后来连主题曲都让我唱 对啊那是很强 怎么会突然主题曲也变成是你唱的 是因为你演了这个女主角 不是 是他们应该合作的对象是滚石飞碟 他是讲好的 台湾买片的片商 他们是跟飞碟合作 他本来是要给王杰唱 那我们是坐着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然后那个片商呢 一看到我就说 你来拍戏啊 因为他大概觉得我在台湾是一个笨笨的女孩子 然后他就问我一些问题 他也不太想理我 后来向华盛发现说 你不尊重我们的女主角 这个主题曲就给他唱 我一听到好开心 就天时地利人和 那我们马上打电话给公司 公司说马上帮我写 那就给何后华写词 也是你的那个老趴当 对对对对 我们今天来播放这首歌曲 1991年 我们听广东版本 好 对方继伟也会唱广东歌 行罪甘听罪相遇 好塞雷啊 来听听看 又在冬初已相写 我早将心意笑 直到这一条 仍吹不惜爱言 若在当初已相遇 那管他多变迟 就算会翻开 仍每夜最怀念 限在今天最相遇 有许多虽怪习 没法再潇洒 迈宗斯亦片段 限在今天最相遇 有许多虎习 没法再轻松 惆怅往事凌争 共罪一职 回头要走千圈 共罪一梦 从头痛苦深渊 限你我两地两心多么缘 一哭一笑都迷恋 限在今天最相遇 有许多可眷恋 但你我得过 唯有一一个段 限在今天最相遇 我此生早破书 又醉叹一声 情爱老会谁卷 好有味道的一首歌 恨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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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听 嘴 嘴 舜 舜 雨 我天天拍戏的时候 天天问周星诚这怎么念 他故意教我念不对的发音 好坏啊 然后旁边的那个 很坏啊 那旁边的人说 你不要听他的 我教你念 所以你在那时候拍戏 你是讲 就是虽然我们听不到 那个声音 是讲国语 还是讲广东话 我讲国语 讲国语 但是顺便就是请教他们 一些广东的 一些发音的部分 刚刚我们也有说 其实你在唱广东歌曲的时候 是有老师教你 是不是 对对 就心意宝的制作人 嗯哼 所以那时候是香港 一个字一个字交 香港的唱片公司 跟蓝白一起合作 对对 嗯 一个字一个字交 对 哇哦 然后我们每天 都要注意那个音 那进录音室的时候 接近疯狂 为什么 只要一个音不对重来 音不对重来 其实广东腔 不太好学耶 不好学 对 它有很多的那个 因为我们常常走在 那个走在香港的路上 我就说 哎 他们在吵架 我朋友跟我说 不是 他们的枪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他们的声音就是比较大 对不对 很好玩 所以你那时候花了多久的时间 把这个广东专辑录完 嗯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吧 因为很快很快 怎么那么厉害 对 因为等于 呃 刚好有一些大学生 他们唱歌比赛 嗯 然后我去当评审 OK 那有些歌 全部通通收录下来 嗯 有国语的 那就直接把这个国语 也翻成 全部都变成广东的 对 哇 广东的还要学耶 对不对 对对 然后学了以后 进录音室还要磨 对 制作人来 来台湾 嗯 制作人来台湾 后来录完 他们香港说 好有广东美呀 很有广东味 很有广东的味道 对 所以就想说 哇 方纪维到底是不是香港人 哈哈 不是 但是呢 唱的就很有那个味道 对 所以那时候 揭露了这一部电影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上海滩赌胜 然后又跟了 呃 这么红的一位 周星驰 对 那算是你呃 演艺生来的高峰耶 我也搞不清楚 哈哈 那个时候还搞不清楚耶 因为我看电影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搞笑的人 但是他们人都好好哦 真的哦 对啊 会一直跟我练习 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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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练习 嗯 然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 跟我讲国语的台词 嗯 那你就觉得那个脸很好笑 哈哈哈哈 可是当时周星驰好像有五部戏在改 哦 嘎戏就对了 有人把他带走再去别的地方拍 OK 然后还有那时候吴梦达 嗯 他说他是福建人 就跟我讲闽南语 就是以前我们看到的胡铁花 嗯对 胡铁花 胡铁花 而且他跟我爸长得好像 真的吗 对啊 然后他就说 呃 我到台湾去跟你爸爸提亲好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哇 所以说你看那个时候 呃花了多久的时间把这部戏拍完 呃 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对 而且我们很好奇的就是 因为我们有看到两个版本 是 那一个是呃 你的版本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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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拍完没多久 嗯 你先拍 对我先拍 OK 那巩利批文过来了 嗯 然后就远景的时候 因为为了敢发片嘛 对 然后远的景 就是我拍 嗯哼 然后近景才换他 哦 那所以上映的部分就是台湾就是你的版本 对 然后香港 香港 跟大陆 就是他的版本 对对对 哦 那主题曲还是我唱 还是你唱 就是广东版跟国语版 哇 那所以说他们等于是有些部分是要费两次的工 对不对 对对 已经拍好了 而且你刚刚有讲说 那个衣服也是 他的size 对 哎你刚好可以穿呢 我跟你讲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有动手脚 哈哈哈哈 怎么说 你更瘦 我要塞 塞 哈哈哈哈 谦虚了 哈哈哈哈 不过你们两个的体型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 对不对 都是属于高挑的女生 对对 所以刚刚好 是 来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 我们有点跳到这个1991年了 刚听的是怨苍天变了心 还有恨在今天再相逢 再相遇 再相遇 对不对 都是1991年 而且这一次是 我记得在台湾发是两张国语跟广东的版本是一起发的 对对 哇 所以说你看又打片 然后又打电影 是 刚好是 一起来 刚刚可是我们跟方继伟聊到说 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事业高峰了 他说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对 只知道说每天都有事做 但是会非常谢谢说每天有工作做 所以说演完之后 演完了大荧幕之后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就是说在演艺的路上 那时候有没有一些规划 那时候没有规划 都没有想法 因为都是公司帮你安排的 那在过去的训练里头 可能他也不要你有自己的想法 只要他帮你安排就好 所以过去的唱片公司都是这样 对啊 因为身体已经很累了 然后想休息了 结果呢 黄伟金嘛 当时他就说 高大哥何姐 那个小孩可能需要休息 他说请问要休息一年还两年 我怎么敢开口说要休息呢 努力工作 OK 所以说就是一边唱歌 一边录音 一边宣传 对 而且那时候是盛逢80年代 唱片最兴盛的时期 对 而且我也搞不清楚 今天是几月几号 所以你说我第一张专题 什么时候发 我根本搞不清楚 没关系 我们帮你记好了 过了20年之后 我还是20岁 没有错 1992年 我们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把我的真心留给你 方继维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 当时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 一起来欣赏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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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untdia 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听见 忘不了有奈何 难道爱我是谎言 为何我的付出换来是冷漠 把我的真心留给你 你却把悲伤还给我 一切的过去只是梦 和鼓我迟迟等候 把我的真心留给你 你却把悲伤还给我 一切的聚散只是远 谁说有天长地久 来听好这首歌曲 把我的真心留给你 把这个CD拿起来看 离家的小孩 那时候因为你已经离开蓝白了 对不对 我觉得蓝白真的很有趣 离家的小孩 然后其实这张专辑就是 刚刚方姐也有说就是把很多 就是因为你们一张专辑可能都会录 12到13首 对不对 其实基本上来讲是不可以这样的 但是我们是游路就好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到经典去了 所以这张专辑是 等于是帮你做一个离家小孩的纪念 对对 ENDING 他们帮我纪念 刚刚我们有看到里面的这个照片 最后面这个雪景 是你第一次去北京 对我到北京去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 哇春晚吓死人耶 那个人很多吧 我告诉你当时的春晚 可没有像现在设计的这么好 有轨道啦有什么的 然后是一个我上去唱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老师 他的摄像机慢慢慢慢用他的腿弓转过去 完全不会晃机 他说你看他是练家子 所以没有轨道也没有掉那个 可是现场人很多吧 对人很多 哇所以说应该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吧 对啊 我就觉得我是在礼堂开会 开会 对好像那种学校礼堂 大家站起来看 所以那时候唱的是什么歌呢 就唱那个真爱 真爱 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 但是不是主打歌 OK 然后还有那个悔 悔 哇哦 所以那时候唱那个 你刚说真爱那首歌唱起来很特别是吗 对就是非常演歌 爱一个人 并不容易 真正爱一个人 所以春晚的话是他们来邀约台湾比较红的歌星去唱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台湾就只有你代表 我那时候是 就只有你 哇所以说那时候知道要去春晚的时候 有没有很紧张的感觉 完全搞不清楚 又搞不清楚 所以你看听众朋友们 方济为这种搞不清楚的这个出现条 真的是保护了他 对完全不确认 真的哦 你没有发现你是该不会站上去的时候 哎呦 人哪有多啊 不会啊 因为我曾经去印尼嘛 那印尼的那个演唱的现场呢 就是一个非常那个挑高八米 然后非常大的一个运动场的感觉 对 OK 就不会觉得紧张 哇太棒了 而且我2.0 我又可以看到最后一排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你有远事 对 谁都不准上厕所 所以其实我们刚讲到这张专辑 你已经离开到了经典唱片公司 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转换呢 怎么会去了经典唱片公司 那时候其实是身体不好了 然后不好的时候就生病 那生病呢 公司因为我还有合约在嘛 哦就是合约还没走完 对 你们以前一次签几年啊 我是被签八年的 八年 对 被签八年我才唱了三年四年就生病 开刀 对 那这过程呢 当然发生很多很恐怖的事情 那个时候就是喉咙的部分 假装腺的部分 假装腫瘤 对 那我才发现说 哦原来你签约给这家公司 你一直不断的被当机器 在使用 可是这个机器坏了 它还要准备你50场大陆演唱会 就开到的第一天 他说醒来要开始训练了 因为那边签好约了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公司签了哪些东西 我就必须要去旅行完成 可是我身体不好了 妈妈担心了 那最后我就选择先停一下 可是中间当然我买了房子被偷过掉了 因为过去我们很单纯 我们的所有的那个证件都在公司 那公司帮你做哪些动作了 都不清楚 甚至你看好那离家小孩 是我们离开后做的 没错 我到大陆演唱哦 竟然还有癌症告别专辑 真的假的 然后小朋友拿来给我签了说 不要担心我还活着很好 来我帮你签 对 所以其实以前没有个人的经纪人 没有经纪人全部通通是唱片公司 就是唱片公司 所以你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查账也查不到什么都没有吧 到最后我就说啊 选择放弃好了 所以可是你那时候还有约 还有合约 还有多久呢 那个时候 那时候应该还有 如果是四年还有四年 哦天哪 那我想说 这家公司做这么可恶的事情 后面还有四年 我怎么活下去 对 那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其实是我的房子被他勾 就偷过了时候 其实这个东西都可以告回来 我也可以解约 可是当时不懂法律嘛 我是生病之后再犯六法权书 才知道说哈 我原来一直被骗 盖了印章之后 就什么都别人得了 那我离开了之后 没多久马上后话说 有人要找我签约 我说好吧 那我要赶快 我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 所以他们就说 哦签约 然后就签约就出唱片了 就经典 对其实那时候 我们知道你生病的时候 开刀 然后曾经一直有流传说 有你们家的一个艺人 要陷害你 这是真的吗 陷害啊 我以前搞不清楚是陷害 是陷害到我开刀的时候 宣传来跟我讲 小孩以前我们都对不起你 我们误会你了 原来是某某艺人他说了谎 让我们远离你 让你孤单这么久 我跟你道歉 亏你以前还送我们电冰箱 电冰箱 热水机啊 对啊 我就想说我得奖放在我家干嘛 我就送你们用就好啦 所以后来知道以后会伤心吗 会伤心啦 但是也觉得说 反正我已经付出啦 我帮你们够了 OK 我看好像最后有忏悔嘛 有有 他们后来要打电话 跟我一起上节目 不用不用不用 你们忙你们忙 我也很忙 所以后来 原本还有四年的合约 但是后来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 就好像就迎刃而解了 是不是 就是你就可以到另外一家去 对其实最主要的是 就是通通他们都拿走了 嗯哼 对 所以其实你这么在 因为他认为说你出唱片的之前 你是没有一毛钱的 所以你离开公司没有一毛钱是对的 可是离开公司不是没有 身上没有一毛钱哦 对不对 还有多了一百多万的债 因为他帮我们报薪资 OK 就后来又有债务了 然后才说不行 那赶快出唱片 我怎么又要还债了 所以后来 那个金瑞瑶小姐的那家 经典唱片公司就找上你了 对非常感谢 所以你就毅然决然答应说 好 我会来重新出发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又发挥我的良能了 因为我很会带艺人 对不对 对 那时候刚好梁朝伟出唱片 一天一天爱恋 然后记者会 对他就说 纪维你帮我献个花吧 嗯 好 他的记者会就献花 OK 所以说到经典唱片之后 其实还是有很多经典的 好听的歌曲 我们就要来欣赏这首歌 想你想到梦 不是不是 对不起 那是今天的歌 海鸥飞亚飞 这首歌好不好 我们来欣赏这家好听的歌曲 1993年 民国82年 方季伟一所带来的歌声 经典唱片公司的第一章 海鸥飞亚飞 海鸥飞亚飞到我窗前 带我到天涯海角转一圈 心痛也许就能演笑 云散看的歌很远 想你也不对 恨你也不对 我的心 我的人 我的爱 被你锁着 长发飘了飘的让风吹 千丝又万里缠绕在眼前 冬天已经走了 我的春天 依然孤单 盼你盼不到 找你找不到 一生几段也一场梦 花作一夜 海鸥飞 我的心也飞 不再依恋 从此天南地飞 让你追 追到千山万水之外 海鸥飞 我的爱也飞 忘了一切 那些天长地久的誓言 那些天长地久的誓言 让它又该猛猛大海中 等着你收回 海鸥飞呀飞到我窗前 带我到天涯海角转一圈 心痛也许就能 眼笑云散 看得更远 盼你盼不到 找你找不到 海鸥飞 你生几段也一场梦 化作一夜 海鸥飞 我的心也飞 不再依恋 从此天南地飞 让你追 追到千山万水之外 海鸥飞 海鸥飞 我的爱也飞 忘了一切 那些天长地久的誓言 让它又在茫茫大海中 等着你收回 海鸥飞 我的心也飞 不再依恋 从此天南地飞 让你追 追到千山万水之外 海鸥飞 我的爱也飞 忘了一切 那些天长地久的誓言 让它又在茫茫大海中 等着你收回 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方继为加盟 这个经典唱片公司的第一张专辑 介绍好听的歌叫做海鸥飞亚飞 就让我们想到你曾经演过海鸥飞 住在云飞 我跟你讲他们就是把这个都在一起 所以在大陆他们喜欢海鸥飞亚飞 你知道吗 那非常好笑是那个葫芦红啊 胡姐以前很有名的记者 然后他就问了 那个写这首歌的人就说 请问一下海鸥怎么可能飞到你窗前 海鸥是不接近人的 其实我想 意境 意境 其实我想谈一下就是 当时你知道自己的喉咙 就是刚说甲状腺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的病症是什么 就是会劳累 然后不舒服吗 会抖 会发抖 甲状腺一定会发抖 然后呢他就长在声带的地方 我本来想说 你是不只抗静对不对 我是长肿瘤 然后呢 他就是吐出来了 我还那时候还笑说 哎你看我我竟然长红结 这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我长红结 后来因为一感冒 就会整个压迫就肿大 那我就问那个耳鼻后科的医生 他说你这可能是内分泌哦 出问题了 我还搞不清内分泌是什么 他说那你就到那个台大医院去挂内分泌科 是 然后我就去看 嗯 那看完之后呢 他说应该没什么事 你吃吃看那个药 吃一个月吧 嗯 那我吃差不多40天之后 我想说 哎 缩小了嘛 医生一点点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又一样去拍写真集啦 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去 又开始这样忙 忙完之后回来 哇 肿得更大 哦 我在去回诊的时候他说呃你去穿刺好不好 OK 我就到长庚那边穿刺领口长庚 穿刺他就两个针穿到里面抽细胞 他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后来他们急着说要我动刀 他说95%是绿炮癌 哦 那他说赶快动刀 嗯 后来公司又安排我到美国宣伪侨包 是 我又到美国去 嗯 那我想说 这下惨了 怎么回家交代啊 因为我都不敢跟我妈妈 我都报喜不报忧嘛 妈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敢讲 一个高血压啦 妈妈高血压 他们不能接受这种恐怖的事情 OK 那我就想说 那这段时间我可能念念佛会好一点 我就努力念佛回来 哎 觉得自己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真的果真小了嘛 嗯 我再去跟医生 医生有小了 嗯 那医生说 不然我再穿刺看看 嗯 在穿刺他说确定是 他们担心 嗯 扩散出来或怎么样 哦 所以就叫我赶快动刀 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要把它割掉就对了 然后他说我处理完之后呢 剩20%的甲状线 嗯 那其他呢 他说都干干净净 嗯 那一个礼拜之后呢 他就说 你是最幸运的 他没有出来 就在里面 OK 然后就弄掉了 那后来不到一个礼拜 同样的台大学生 嗯 有个跟我同样的问题 他说人家方济维都OK了 嗯 你赶快动刀拿掉 没想到拿掉那个同时 嗯 他已经扩散了整个肺部 哦 so 对 所以那应该不是原生的癌细胞 嗯 可是那个时候怎么会导致 我们那时候好像在坊间听到的是 你的声带有问题 然后不能唱歌了 就像你说你到大陆去 还有爱摩串 那是唱片公司自己去卖的 哈哈哈哈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状况呢 对啊是 其实都是以而传而 因为过去我们艺人是 我是没有开记者会的 你不能自己发言的 而且都是唱片公司在发言 OK 所以我很少自己讲话 嗯嗯嗯 所以甚至后来我们有看一些 就是其实那段时间 我比较没有注意到媒体 但是我后来看到说 有一些歌迷会想说 啊方济维可能是为了要 这个故意制造新闻 制造新闻 可是没有 我如果有这么聪明的脑袋 他就不叫方济维了 我就不会这么的辛苦 所以你当当你 因为你是最知道真相的人 当当你听到这些 这些比较负面的东西的时候 你心里会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呃其实很 有人跟我讲说杂志啊 很多人出来讲话啊 都讲负面的 我说我妈妈只认为 她的孩子好就好了 嗯嗯 其他负面我不听 嗯嗯嗯 好那我在路上 都是老人家都说 啊有点好吗 嗯 就觉得安慰了 哎没错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嗯 所以就像方济维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一样 简单快乐 所以我去看医生 呃 我跟你讲 医生还没看 我妈妈说好了好了 已经好了 我医生还没看 他就是已经好了 因为他吓死了 所以说这个要固定的去 定期检查 对就是每一年 嗯 所以说之前是不是因为太累了 就是没有天没有日的 这样子 对对 这样子忙碌 嗯 所以可能会导致 身体有一些机能 所以之后 再出专辑 再重新从经典出发 嗯 那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了吧 不一样 嗯 跟他讲说不能熬夜 真的哦 甲状先 没有办法分泌够嘛 OK 所以说就是要 身体第一 然后工作放在第二 对 OK 来接下来1994年 感情生活 这张专辑里面 我们让方季伟选一首歌 好不好 哦 感情生活 嗯 感情生活 其实我选 除了你谁都不爱 除了你谁都不要 除了你谁都不爱 好 我们来现在好听的歌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不要走开 好听的歌 多少盼望 给几尘许多忧伤 日记写满了你 却一页一页的泛黄 怎么会念你不忘 只教人欣赏 你一伤心到天亮 除了你谁都不爱 别让我苦苦等待 茫茫人海中的你可明白 除了你谁都不爱 心黑到海角天亮 想梦还是还在不在 除了你谁都不爱 别让痴心成空白 茫茫人海中的你可明白 除了你谁都不爱 心黑到海角天亮 想梦还是还能不能 找得回来 相思依旧 盼你无恙 别了以后你再不放 相思依旧 盼你无恙 别了以后你再不放 日记写满了你 却一页一页的泛黄 怎么会念你不忘 只教人欣赏 念你有人从心到天亮 除了你谁都不爱 别让我苦苦等待 茫茫人海中的你可明白 除了你谁都不爱 心飞到海角天爱 想望还是还在不在 除了你谁都不爱 别让痴心成空白 茫茫人海中的你可明白 除了你谁都不爱 心飞到海角天爱 想望还是还能不能找得回来 主要你谁都不爱 别让我苦苦等待 茫茫人海中的你可明白 主要你谁都不爱 心飞到海角天爱 想望还是还在不在 除了你谁都不爱 别让痴心成空白 茫茫人海中的你可明白 主要你谁都不爱 心飞到海角天爱 想望还是还能不能找得回来 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带当年有这个中国古典的味道 然后再配上这样的词的意境 MV拍的是不错 但那个头发绑得很像马尔祭司 因为他们希望说过去的发觉从来没有造型 很认真的找一个造型师帮我绑头发 真的耶 好像你在蓝白时期的时候就是从头到尾 大家的感觉感受都是一样 对 因为我是运动员嘛 就是长头发 股价一定是大的 嗯 所以呢他们想要用蕾丝放在我的身上 他们就觉得 哇 是一个恐怖 可能很难对不对 是一个金刚芭比 后来算了 那就用简单的线条 这样算运动服牛仔裤 就像我 我好像发现蓝白的歌手都是这样 那时候访问攀美的时候 他说 我说你们的你的智装费应该很省 他说对 对啊 就是从头到尾大概都是那个样子 对 因为黄伟晶跟我讲说 他取了保力镜之后 他才知道 当时他跟我有多客难 我们都是到夜市去找牛仔裤 一件五十块 真的哦 然后慢慢去搭搭搭搭搭 而且只有一套 OK 对 那我就拍脚踏车 摸破了裤子就用OK棒贴 都是这样啊 真的哦 所以以前当歌手 不像现在的歌手这么的 哇 那个衣服超华丽的 哦 对 对啊 像那个 现在不是都好几套 然后一页的歌词就要换一套 对对对 哇 所以说你们那时候自己智装 而且我们的MV才三万块钱拍起来 然后还黄伟晶自己当导演 我记得是你歌我歌那时候拍的 对不对 我家有一卷 然后 就是走过来走过去 走过来走过去 就是一首歌 对 不过这个是年代啦 没有办法 那个年代都是这样子 看看天看看地看看远方 甚至我记得我以前好像看过龙飘飘的一首歌 让你默默离开 他还会跟着那个歌词哦 是是是 怎么关上计程车门真的就一个计程车门 啪关起来那种感觉 不过我觉得那是那个年代 对不对 其实新加坡当时也是拍MV很厉害 因为他们习惯自己来拍 所以台湾的艺人去那边他们也希望导演也希望把你拍好 就等于说要不同的 对 但是他们是非常英国社会的那种英文 没错 所以他们是看字来拍 比如说眼角还流着泪 嘴角还流着血 就是一个女生 转过来 眼角流泪 嘴角流血 然后我就说也须眼角还流着泪 我说天哪 好显实哦 对自翻译 然后骂不停蹄的忧伤 就是一个人一直骑马 骑马 对 很好玩 真的真的很显实 其实我那时候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托过我朋友 买过很多你们的专辑 所以你们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当时也都是很红的歌手 还好 我只知道就是去宣传 然后有些歌迷 现在都长大了 真的 社会青年 你们那时候是跟台湾同步发行吗 还是 我的比较慢 拍美城市同步发行 所以说其实 那个时候 我觉得新马地区 就是台湾发什么片 好像新马地区都会跟着来发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你们也要到那边去做宣传 但是我的状况是 我一直放在台湾 让这个节目 一直跑跑跑 我都是玩游戏 播MV 替公司省下非常多的钱 然后其他 第二个拍美城 然后周子涵 谁谁谁谁 他们就一直跑国外宣传 所以有分线 那回来的时候 刚好我又上完节目 让他们出唱片 我继续在跑节目 所以我都没有到其他地方 做太多的宣传 我几乎通通是在台湾 方继伟可说是蓝白的领头羊 对啊对啊 那个 带头的那一位 生产线 对啊好厉害 所以其实因为你的个性的关系 你也没有特别的想说 我要多一些的什么 多一些的东西之类的 也不懂的要求 什么都不懂 对对 所以那个年代 其实歌手就是绝对的服从 然后绝对的 接受唱片公司的安排 对对 完全 哇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能想象吗 我们现在在回顾那个年代 真的不一样了 不过其实再回去看 其实这些路都没有白走 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白走 它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历练 当你走过之后 你发现 你比一般人成熟 对 因为所发生的事情 天天都有 对 OK 其实刚刚有讲到说 后来换到这家新的唱片公司之后 对 尤其又是生病之后 对人生的看法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过去的唱片公司 它是所有帮你安排好 到了第二家公司呢 它在丢着你自己安排你自己 真的吗 对 那我就想说 丢着自己安排 那我应该安排什么呢 我就一直看电影 一直看电影 泡茶 找出去玩 有宣传了 好 我再回来宣传 所以就是让自己不要 完全自由 就是不要这么的忙 对 能够peace一点 把以前那种劳累补回来 对 还会打电话说 请问一下今天有工作吗 哦没有啊 好好好谢谢 然后就去看古董啦 看石头啦 就在那段时间 看香 香品香类的 一些橙香啦 这些 都去了解 认识好多朋友 就像你 接下来的这张专辑一样 其实 可能就是依照你量身定做的 简单快乐 简单快乐 对不对 简单就能快乐吗 其实简单呢 它就减少一些痛苦的东西 真的是如此 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1995年3月份的 简单快乐 方济为首带来的歌声 只因为对你深信不疑 陪了青春也陪了所有感情 我试着努力撑住自己 热情热泪活不了寒冷的心 你让我用伤心 再了解 简单是快乐的心 忘掉昨天的伤悲 明天还有梦 带我去追 这些年 这些年对你深情不疑 这些年对你 天那岁月也添了成长痕迹 我学会笑容 也是犹豫 遥望着你黑夜 最寒冷的心 回忆是回不去的年少痴迹 只能珍惜不能沉溺 天真的过去以为 快乐是简单的事 直到爱让我心碎 梦想跟着幻灭 至今的现在了解 简单是快乐的事 忘掉昨天的伤悲 明天还有梦 带我去追 天真的过去以为 快乐是简单的事 直到爱让我心碎 梦想跟着幻灭 至今的现在了解 简单是快乐的事 简单是快乐的事 忘掉昨天的伤悲 明天还有梦 带我去追 天真的过去以为 快乐是简单的事 直到爱让我心碎 直到爱让我心碎 梦想跟着幻灭 至今的现在了解 简单是快乐的事 忘掉昨天的伤悲 明天还有梦 带我去追 这首歌简单快乐 真的简单会带给大家快乐 其实在方济伟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吗 对 因为简单就不用穿一堆高跟鞋啊 什么复杂的东西 可是到经典之后就比较lady一些 对不对 对因为他们觉得我从来没有被造型过 应该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我还记得那个唱片封面 真的就跟以前比较不一样 有绑一个你刚刚说的 而且以前在蓝白我都自己化妆 然后到了经典开始别人帮我化妆 可以化到一半我就睡着了 化这么久啊 对对 因为我五分钟十分钟 一个妆就可以了 他没有想到帮你化的是那种 结婚的那种妆是不是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慢工出细活就对了 很细心 所以说在经典之后一直到 是幸福的开始 是幸福的开始 对 到后来比较慢慢慢慢的 就比较淡出所谓的歌唱圈 对因为身体比较不好 我就想说多休息 那多陪陪爸爸妈妈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身体不好的部分 还是因为甲状腺引起的 因为他要吃一个甲状腺素嘛 你不吃的时候就像蜡烛熄火了 没气了 所以他那个要一直吃吗 对啊一直吃 后来我遇到一个中医师很棒 后来我这中间也跑去学中医了 真的 然后那个两个中医师都教我 一个教我抓药配药 那一个教我点穴 点穴啊 就是那个我们看武侠 少林武功 那个一点的就不会动的那种吗 对对 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哦 然后因为我的手细哦 我要去找那个穴点哦 很快 所以别人都按不到老师的穴 只有我随便过去就跳起来 因为太痛了 OK 然后后来我都什么都去社略学 那他就跟我讲 那你吃中药好了 谁煮的 用白草药加中药下去煮 然后我就差不多吃四个月好了 四个月就好了 我就不用再吃甲状腺素 哇哦 哇好特别哦 对 所以说后来就是慢慢慢慢休息 然后对于 呃 这个淡出 慢慢淡出的这个阶段当中 对于演艺圈没有特别的想法吗 或者是 留恋之类的 完全不会啊 只知道说 哇我进演艺圈就是 很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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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很累很累很累休息 就这样 所以其实休息对你来讲 你不会有像一般歌手的那种明星 就像说 啊我我我我可能太久了 人家就不记得我了 不会 我要赶快出来 我不会想太多 嗯 然后有一段时间人家是说 要找我开天竹店 开了之后 哇新闻也很大条 然后全部大家都 都来排队买 那我就说 哦你们还记得我 那本来想说 那年轻人大概不记得你 就因为这新闻 又记得我了 就这样 其实这个要让我们再往回看 听众朋友刚刚 呃如果说听众朋友是 这个8070年代的人的话 应该会记得 当时还有这个所谓的 君中情人 是是 你连续好几件 哎我还真的不知道 因为打电话来说 哎恭喜你啊 你君中情人第一名啊 我说你在骗我 你觉得我很好骗 对不对 然后是记者跟我讲话 后来挂了之后 他说小孩是真的 因为刚刚举光日报 就是你的名字 哇举光日选的 哎听众朋友们 你知道在方济为之前是谁吗 邓丽君 哦是 你是他的接班人 啊接班人 不敢 真的不敢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那个 是很大气的 没错没错 对 都是做那个航空母 他们都是做航空母舰出来的 对对对对 那我是一件牛仔裤跟T恤 嗯 可是那时候知道自己 是军中情人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哎我到军队哦 那个待遇超好的 真的吗 对啊对啊 然后那个长官一定要找我坐在他主桌 嗯 然后跟我寒暄 他发现 哎是一个呆呆队 对 咋大姐 那旁边有没有人陪你 就是要叫你讲什么 要讲什么 都是我们宣传干杯嘛 他们他们负责 黄伟金小姐 OK 然后帮你发言一下就对了 对他们帮我发言 所以说你们去的话都是去绕军 就是去唱歌表演 对对对 甚至我第一当海军陆战队的时候 嗯 然后我刚好在高雄左营 是 那边办一个军在前哨的那个后来的 OK 那个邓丽军的一个演唱会 是 他邀请我去 嗯 那我们都住在军 军舰上面 军舰 嗯 那我就躺着 哇原来军人是躺在这里的哦 然后就一层一层一看 哎黄乙玲 哎这里有写黄乙玲 我还下去 哎黄乙玲你你是军中情人哦 大家都很喜欢你 那个床底下写黄乙 真的哦 哎呀 然后那我就说 其实我想见我弟弟 他说你弟弟在哪里 我说他打排球 他是海军陆战队 是 然后 哇你们家都体育健将 差不多一小时之后 我弟弟就出现了 我弟弟说 姐你怎么叫我来 你知道这多难吗 因为海军 跟海军陆战队 差十万八千里 他们还要那个长官批文下去 好几关 然后才放人 那之后他有没有比较被礼遇 被礼遇啊 有哦 所以你刚才说我一定要叫你来一下 然后然后好几个艺人啊 比如说刘尔金啊 对 然后那个阿亮啊 他们在当兵的时候就说 季伟姐 你有没有照片送我 我说照片 嗯好 为什么 我们比较好过 哦真的 我就说 好好送给你 最好还要有签名 对对 很好玩 哇 所以说你看去绕军也是一段 现在几乎都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所谓的落军这件事情了 对现在没有啊 照片我到金门啊 对 然后马祖啊 马祖啊 东沙群岛 对 嗯对 东沙群岛那边人不多对不对 不多不多 好像几十个人而已 对啊 连马祖我下船之后 嗯 他们说他们把那个绣球花的树上面的绣球花全部搬下来做成花圈要送给我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 所以说这段时间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再回头看那些都是一些非常珍贵的经验 还有珍贵的记忆 很感动 对 尤其是季伟姐又是这么简单的人 看待一切比较平淡 所以你后来再慢慢淡出演艺圈的这段时间就过自己的生活 对 做自己 对 做自己啊 你要学什么都很好学 对 而且这一次好像是黄老师要把你找出来唱歌是吗 其实是他说他想出专辑 那我刚好在练瑜伽 对 他打来 我就说 哦我在练瑜伽 你在练瑜伽小孩我们见个面吧 我想出一张专辑来帮我唱一两首歌 我说好啊 他说你连弹都没弹就好啊 我说仗义相挺啊 然后就帮他唱了 所以你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没有设限自己说 要不要再出来唱歌 因为你根本没有说你退出歌坛嘛 也没有都没有 就是后来中间有拍瓷记的戏 对 所以在在演瓷记的戏的时候 跟以前大萤幕又又有一段时间的区隔了 对对对 在镜头前面 从16岁演到50岁嘛 对 然后所有人全部跌破眼镜 他说我们一直在等于文他的戏 人家那个演了那么久了 你不会演戏人去收视第一名 这怎么可能 然后我就说 你刚才说好歹我也演过电影了 我说我电影也卖得很好啊 但是卖十几亿啊 真的耶 对啊 哇 真的是你看这么 所以向华盛才给我报名金马奖 真的 然后还报错是不是 对啊 所以 报女主角 他说我们的白事一定赢过他 所以他帮你报的是哪一个主角 哪一个 哪一个角色 女主角 哪一个角色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如梦 就是那个 智力 有一点点问题的 五岁智力 五岁智力的那一位 OK 所以他没有报那个大姐 大姐因为很快就被摩擦了嘛 不见了 OK 所以后来在演慈记的戏的时候 再一次去演戏的时候 是那个亲切的感觉吗 呃 他说是一个坚毅的女性 嗯 然后他不太流眼泪 嗯 他很多的苦都往肚子里吞 所以就很内心 很内心 所以每次只要拍的时候 导演 叫做林博生 我们叫林八三 他就说 如果让我遇见你 他就开始唱 越藏甜甜的心 我就说 导演你怎么知道 其实我的词是用哼音乐背起来的 哦真的吗 因为全部都讲闷南语 OK 他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教 嗯 所以那个时候闷南语 其实闷南语对你来讲 算困难吗 一半一半 嗯 我的记忆就是来自我的母亲 嗯 所讲的闷南语 嗯 对 所以呢 我在看剧本的时候都写国语嘛 我们要把它翻成是闷南语 比较难 那他又要拍的是台中跟彰化腔 嗯 那我叫 还有分哦 对啊 我一直要一讲不对 导演就很远的说 大兄 你是在说什么 然后我就说导演不是 是这个吗 他说是这个是奇异国 他说 哦 真实力哦 哦 OK 所以有 他还要设定是哪 哪一个枪哦 对 他希望说能够越接近 本尊的事情越好 OK OK 哇 所以算是蛮考旧的 对 所以说演了大爱的戏以后 有没有觉得自己在演戏的部分的技巧也好 或者是历练也好 更上层楼 其实是应该是我学会怎么处理一些事情 怎么说 以前不懂的时候 因为大爱的戏它是本尊 对 然后他进入了慈祭之后 嗯 他发挥他的良能 嗯 他能够帮很多人解决他的问题 嗯 因为自己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自己不会解决的时候 会烦恼会痛苦 嗯 那别人在烦恼痛苦 就是因为他没有方法可以解决 嗯 那我在演这个戏的时候 才发现 哦 原来他这样解决 那跟我所看的书 的那个解决方法 是不谋而合的 嗯 我就学到了 嗯 学到我就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很多的事情 OK 那就开始有自己的思想 嗯 才敢愿意把自己思想给 融入剧情 对 融入进去 OK 所以说这一次即将 因为我们现在专访的时间 呃 纪委的专辑 新专辑还正在筹备当中 对 准备要发行了 对 准备要给大家什么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呢 呃 我希望有主题性的 嗯 而不是只唱情爱的歌曲 OK 要跳脱情爱 中间也有闽南语歌 哦 对 那是送我父亲的 嗯 一首歌 因为爸爸离开了 是 然后我希望给他一个纪念 嗯 那我妈妈也特爱这首歌 嗯 那另外一个呢 跟太极有关系 太极元素 嗯 我觉得人生跟太极天地之间的气 是有关联是有关联的 嗯 嗯 那我在里面体会到很多 我也希望说将来这张制作好 嗯 可以赶快给大家看看 对 不同的方继维 到时候我们要再看一下 经过了有有几年了 好久没有出个人专辑了 永远是20岁 哈哈 那就是 那就是昨天才出完的 我们即将要听到新专辑 对对对对对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方继维 方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从他的第一张 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 叶春华这张专辑 一直到 现在目前为止 即将要发行的专辑 跟大家来做预告 希望到时候发行的时候 大家用以前支持方继维的心 继续支持 好吗 谢谢 最后我们就在这首 爱情的故事当中 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继维 谢谢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传奇 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沉默 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尝在你的天空 when you getется 尝在你的天空 握住它的温柔 我的泪水始终 没有听过 我可以给你 无尽的灯候 取代你的融化 些许的冷漠 爱情的故事 对我 就像一场 空白灯空 爱情的故事 对我 就像一场 没有开始的梦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懂 只是一路上 我们都在沉默 其实我不要 太多的承诺 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尝在你的天空 握住它的温柔 我的泪水 始终没有听过 我可以给你 无尽的灯候 无尽的温柔 取代你的融化 虽然的冷漠 哦 爱情的故事对我 就像一场空白的红 哦 爱情的故事对我 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 是什么样的感觉 哦 我不懂 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 其实我不要 太多的承诺 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其实我不要 太多的承诺 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也认为准备 一个多的承诺 你能说实际上